嗯 这是哪儿 我的背包怎么不见了 年兽摧毁了家园 请迅速搜集物资 准备对抗年兽 嗯 这是谁啊 我怎么变成光头了 战友 我的战友在哪儿啊 天哪 这地上的武器是什么情况 不管了 捡起来再说 它们的价格可是非常昂贵的 而且伤伤力比我的气枪强上百倍不止 对抗年兽的话 这玩意儿肯定好用啊 嗯 小浪 真的是你吗 我可算找到你了 卧天 你是 辉哥 是我呀 咱们终于相见了 哇塞 辉哥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看到你的留言 无时无刻都想找到你啊 也盼着早点能相见 我回到鬼连岛之后 发现你的船和飞机了 那次你是怎么离开的呢 别提了 都是你那破机器人 二话不说 就把我丢到星云岛了 那个是外星人 有点邪门 我都被他给坑了 卧天 那咱们这次相见并不是真正的相见吗 我穿越后 接到一个与战友对抗年兽的任务 能自己在那点儿 你呢 我好像也是 刚刚穿越过来的时候 系统告诉我 要跟战友一起对抗年兽 那肯定就对上了呀 咱俩的任务都一样 所以才会在这里相遇 不管了 辉哥 哪怕咱俩在任务里相见 哪怕只有这短短的几分钟 我也知足了呀 好了 兄弟 有你这句话 我也知足了 咱们并肩作战的时刻 到了 小浪 干它 好嘞 子弹上堂 让我们再次并肩作战吧 辉哥 哦 咱俩是否你这教会怎么作战 要对我 别再次并肩作战友 咱俩叫我 你 там 好 终于将它消灭了 真不容易 恭喜宿主成功击退年兽 获得十点传送能量值 宿主将被传送返回 倒计时开始 三 二 一 啊 这就结束了吗 一次相遇就这么点时间 都没来得及说太多话 就被传回来了 这该死的系统 太坑人了吧 我的腿好重 而且腿为什么会这么软呢 这难道就是所说的副作用吗 不管了 我的肚子好饿呀 下去吃点东西去 哦 两腿发软 竟然掉下来了 啊 好疼 应该是骨折了 而且左腿已经没知觉了 我得赶紧回去 现在身体非常虚弱 肚子里面什么都没有 回去找点吃的 哎 只有这些土豆了 就是他们吧 有 肚子里没有枪 啊 真爽脆 再吃几个 感觉还是好饿呀 平常吃四个土豆 就撑的不行了 为什么今天就吃了六个 还没饱 啊 啊 跳一下 左腿就剧疼 根据身体数据显示 我现在极度缺水 再不喝点 就该死了 啊 这水好凉 水已经喝完了 现在才半饱状态 岛上也没有食物了 我需要抓紧时间 躺到床上休息一会儿 这可能就是穿越系统的副作用吧 啊 现在浑身无力 而且又渴又饿 我是探险家辉哥 今天我利用五星风火台 进行了第一次穿越 以我的老战羊小浪 再次并肩作战 共同击退年兽 取得胜利 可是这真的是穿越吗 还有这系统究竟是谁设置的 背后又隐藏了什么秘密呢 为何穿越回来之后身体情况变得这么糟糕 我隐约察觉到这里面绝对有什么蹊跷 从最开始的那群科学家 联合送我来的那群人一起陷害我 到后来意外发现外星人 这几天还送给我穿越系统 我感觉绝对有什么人在这里布置了一个大局 可是究竟再布一个什么样的大局呢 目的又是要干什么呢